歡迎收聽AEA頻道 新加坡和泰國最近在金融上有一些新的突破 如果你在新加坡生活 PAY NOW是非常方便的 PAY NOW是一個手機號碼 就可以轉到數目給對方 現在用PAY NOW的朋友 有個好消息帶給你們 就是新加坡和泰國 接下來是能夠透過PAY NOW 就可以轉數去到泰國 即是說PAY NOW只是在新加坡一個國家中用 但現在可以跨境 去到泰國 你直接知道泰國朋友的手機號碼 就可以在新加坡的PAY NOW轉數過去 在泰國那邊 他們用類似PAY NOW的系統 就叫做PAY NOW 理論上就是說 假設你有泰國朋友 他設定PAY後 登記了 在新加坡用PAY NOW就可以轉到泰國的PAY 在前期這個階段 就有一個上限 上限就是800元美金 即是超過800元美金就轉不到 大家如果試過跨境過數的時候 都明白了 你要打很多資料 你又要知道對方的傳名 他是用哪間銀行 銀行的地址 很多資料要提供 但透過現在的方法 只要電話號碼就能夠做到 從此後相信會大大促進這兩個國家之間的交易 數量和頻密程度都會大大增加 這件事一定會促進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 雖然現在是疫情 在這個疫情期間 人的流動是沒有辦法 但在疫情期間開始試驗這件事 等到疫情過後人員能夠流動 一定會刺激到這個需求的用量 例如一個家庭的子女去另一個國家去讀書 或者去工作 很多時都要做一些跨境的匯款 特別是讀書 讀書的學生 一開始去到一個新的國家 因為他還未有收入 他很多時都要靠家人定時定後匯款給他 在另一個國家作為生活費 有了這個快速支付方式 當然是大大方便出國留學的學生 他們接下來的計劃當然是不止 Between 泰國和新加坡 未來是希望推廣到 東盟的其他成員國 如果一切順利 就認真是不得了不得了 因為東盟本身是有十個國家組成的 每一個國家有自己的金融制度 你如果想促進整個東盟地區的 無論是貿易也好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也好 你將金融系統 如果能夠打通它 當然是任督義務都被你博通了 是會令整個整合快速很多 譬如做開生意的朋友 要涉及跨境支付的就明白了 很多時候 譬如穩陣的作風當然要等到客人給了錢 你才提供你的服務或者你的產品寄出去 有時候只是等於披紋到帳 傳統的方式都需要一些時間 但是之後將快速支付推延到商業層面的應用 直接一批 下一分鐘或下一秒鐘 你已經收到錢了 那你就立即可以令到發貨 提供服務 那個時間點推前很多 那你說是否能夠令到他們整個經濟整合 和整個經濟能夠有下一個爆發 是打了一個強心針 好 簡單報導到這裏 多謝你的收聽